Hello 大家好 我是611 話說昨晚PDA的金耀日之決戰 出了新的BOSS 就是這個冰雪王的稀石 給它進化 500億的血量 話說我昨晚打了4局 其實我主要都是打這個靜野龍 出了 其中兩場都死了 其中一場是死了在美關 出了冰雪王 打他不死 沒理會了 今天在日本的Youtube頻道 看到一些協力的攻略 挺有趣 挺簡單的 試過真的挺好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隊伍編成方面 A隊是隊長真人 搭4個眼鏡 明多或是新的召喚神 5個眼鏡的武裝都可以 如果夠Skill Boots的話 就算是2回合的破無效盾 但要留意太長的CD 要盡量30回合以內 我用了破壞神的武裝 17個CD 就有2回 也挺短的 原本那隊放了盈春的狩獵機 對應第四層 它有5回合的降暗級箱 再加4回的封角繩 這隻寵物可以同一時間處理了兩件事 但這個選擇不多 只有伊莉莎白 奧利亞 怪依 狩獵機 以及 冷刀之新娘 剛好這些我全部都沒有 我就沒有辦法 放一隻 屬性吸傷 沒問題 一邊拉5顆落珠 減傷和回血 就頂到4回合以上 兩邊隊長 加上鯨魚 都需要吃4個防鎖 第一層開真人和佩卡斯 再開10年的蛋龍 幫他穿回下一層 以及解禁消豬 第七層 其實第二套第七層 開技的次序 沒什麼所謂 不但第八層 因為會鎖豬 再減 再會封角繩 一定要用佩卡斯解 便會方便些 第二到第七層 隨便看情況 開轉書技 對 頭尾隊長加7個 基本上 差不多10級起跳 佩卡斯一隻都輸出 否則減傷 也有十幾十億 基本上 第一到第九層 都是一個橫牌 就殺得完 五回合的轉轉轉 以及卡了暗珠 等他轉到暗珠 然後再下去 第四層的神龍 五回合的光暗吸霜 再加四回的覺醒技能無效法 我沒有指定有兩個功能的重 我就隨便放了一隻板凍 用來解這個屬性吸霜 首先要先把覺醒 否則放下一層很麻煩 它完結了四回的覺醒之後 最後一回就會發露 用B隊解掉它 再殺了它 一邊盡量拉五顆暗來減傷 還有有回復珠就吃回復珠 基本上沒什麼問題 然後完結了覺醒之後 就開這個屬性吸霜 第五、六、七層就沒什麼特別 都是開記 第七層就記得留在貝卡斯 去第八層 第八層又亂入了 這個靜野龍 目測一個亂入率都挺高的 平均差不多兩、三場都有一次 第一回合就先空轉 隨便小豬 等兩邊幾乎都穿著 它有三回合轉轉轉 對不起是15回合 有三個轉轉轉 因為這個板面都沒什麼水 木珠給真人去轉豬 我就先開了貝卡斯 鎖了豬 先打到半血 然後再打開真人 和閱讀解回之前那層減時間的Buff 半血之後它就有90%的減傷 但是因為這個貝卡斯就吃了這個 繼承了這個平衡殺的武裝 單隻有8億接近8億的輸出 減到8千萬乘3倍 所以就有2億多都足夠殺到的 第九層鮮開鯨魚的2技 有兩枚的破無效盾 就可以帶到下一層 對應那個 肉蛇龍 有防止卡珠 然後再開鑽珠技 基本上就沒什麼難度 有光精靈王 都連續打了差不多10場 都居然沒有出到冰雪王 這個暖入率 這個出現率是非常低的 除了冰雪王之外 另外的三隻 因為都開了破無效盾 都可以隨便開四個重力 又或者開兩個重力 然後轉豬殺 血量都很少 都是幾億 為了拍這段影片 以及報回昨晚的仇 打了差不多10場 才終於看到你 最期待畫面終於出現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讚、留言和訂閱 多謝大家 щоб按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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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 多謝 chat 快 ideally úp喇 vehicles 沒用 離開 被inta 只要是